大家好,是容儿,又是一年艾草香,上次教的艾果都学会了吗? 今天我们来做两种口味的青团,家常做法没有难度 这是我昨天在路边摘的艾草,先清洗干净 都比较嫩,就不用去梗了 烧一锅水 水开后加三颗盐,三颗食用碱 加艾草进来煮 加食用碱,主要是为了让它的颜色跟翠绿好看 煮三分钟后捞出来过凉水 不喜欢艾草略带苦涩味道的,就多清洗几遍 我一共洗了三遍 稍微的挤干水分后倒成泥 有料理机的就加点清水打成汁,会更加的细腻一些 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用它来和面 300克糯米粉 其实传统的青团是用精米做的 我这个是家常版本里面最简单的 所以用的糯米粉 再加适量清水 只要能揉成一个偏软且光滑的面团就可以 如果容易裂开就是水少了 大家自己着亮添加 揉成一个面团后加50克食用油 也可以用黄油,会更香 揉成一个面团 糯米粉是比较粘的 砧板上铺一层保鲜膜会更加方便操作 面团稍微的整理下后搓成长条 分成大小相等的小剂子 揉光揉圆 盖上保鲜膜备用 现在来准备馅儿 香干一块,切丁 胡萝卜先削皮 再切小丁 酸菜一颗 我妈妈自己做的,味道特别棒 竹笋一把,切碎 五花肉一块,先切片再剁碎 配菜就备好了 热锅倒用 先炒肉末 再加煮笋和酸菜 炒出里面的水分后,加香干和胡萝卜一起翻炒 一勺盐 一勺生抽 适量胡椒粉 我们家比较爱吃辣 再来一把红红的辣椒面 炒熟后盛出 再来做一个简单的糖馅儿 黑芝麻 白糖 食用油 其实用猪油是最好的 拌匀后就是最简单的黑芝麻糖馅儿了 现在开始包 用手把面团捏成中间厚 边缘薄的小饼 包上一勺馅儿 骨口收拢 整理一下 再来包一个黑芝麻的 一勺黑芝麻包起来 收口处一样的要捏紧 咸香口味的我做的比较大 芝麻口味的青团我做的小一些 现在上锅蒸 冷水上锅 大火15分钟 关火出锅 一个个胖乎乎的青团就做好了 非常的柔软与光泽 我们掰开看一下 这个是鲜香味的 满满的全是馅儿 这个有点黑黑的不是坏了 是黑芝麻掉上面了 掰开看一下 也超级香甜 放凉后也是非常柔软的 吃不完的可以用保鲜膜单独包起来 放冰箱也可以存放很久 喜欢就点赞收藏关注我吧